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Express的一个使用 在上一讲的话我们给大家讲这个Express的这个安装 以及在我们这个Express中配置路由 那这一讲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Express中的这个EGS模板引擎 以及下面这些东西 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打开上一讲讲的内容 在上一讲讲的内容中我们有一点东西给大家写错了 就在我们这个文档上面其实是叫new一个Express 我们下面是给大家写的对质的 但是文档里边这里边写错了 这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在实力化这个Express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这个new 那我们也可以不加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你看一下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我把这些东西都该删的都删掉 我们就写个解单类子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斜杠你好Express 我们看一下 就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不用这个new关键词也是可以 行 那我们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边我们打开我们这个localhost的这个三切端口 走一下看一下你好Express是不是也出来了 那有些人不信那我们改一下保充一下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 那你这时候再看一下走 是吧你好Express一一也行啊 那行 这就是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讲的这个Express啊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在Express中使用我们这个EGS膜白引擎啊 来我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那使用这个膜白引擎的话 它和我们一起还稍微一点区别啊 那我在这里边给大家重新写一下啊 首先的话你要使用这个EGS你首先第一步得安装啊 按照我们一起得安装这个EGS 那我们一起的话安装完成以后 第二步我们还需要引入EGS啊 CNPM你的带这个EGS就是第二步需要引入EGS 那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啊 Express里边使用EGS你只需要安装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啊 就是这里写一下 就第二步 EXPR ESS 按内面使用EGS安装以后啊就可以用不需要引入啊 不需要引入啊 因为它这里边集成了我们这个EGS啊 行 那第二步的话你需要这样做就首先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的话你需要配置Express的一个模板引擎 配置Express的模板引擎 配置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边刻键里边给大家写的 就是通过我们这里边这个abb.set set一个名音这一个EGS啊 这样去配置我们这个模板引擎 配置完成后第三步我们就可以使用EGS 就在Express中使用EGS 那怎么使用呢 使用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个I一定要注意啊 IQ.render IQ.render这样去使用 然后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参数表示我们要血染的模板引擎啊 一表示血染的模板引擎 模板引擎 然后第二个参数表示数据啊 数据你会发现啊就是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来使用这个EGS啊比我们一切要稍微简单一些 你看一下我们一切是怎么用的啊 我们给大家打开我们一切的代码 以前的话我们是这样去用的啊 EGS.readfail是不是这样去读取这个文件都去完成以后 这里边是你传入的数据 然后这是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完成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是把它解析完这数据再给我们返回啊 当然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这个使用方法还稍微有点区别 那这个里边的话你就直接这样使用啊啊使用 就是在Express里边使用就直接这样使用就行 行那下面我们给大家来一下啊 当然你首先要用我们这个EGS 首先第一步得安装它 那我们首先让它安装着 那安装的话我们通过CNPM Install EGS 然后--C5-S-A-V-E 或者是-C5-DV都行啊 我们把它写入到我们这个Package.json 然后回车 那稍等一下它在这里边安装 那安装的同时 那我们给大家运一下啊 但是用之前我们还是重途给大家再写一下啊 我们要用这个Express 我们首先引入这个Express 那就V-A-R-E-X-P-R-E-S-S 等于Require I-Q-I-R-E Require我们这个Express 就是我们要用Express 我们先这样用 引入以后 那我们实类化一下Express 实类化的话 我可以V-A-V-B等于 直接等于这个Express 也是可以的 就省略我们这个任务关键字 行 那下面我们就接听我们这个端口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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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如说 我们叫3001的端口 3001的端口 然后这里边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Function 不是Function 是我们这个地址 要注意 127.0.0.1 还就是我们自己写这个 就是配置我们这个端口的时候 注意就是我们回头这个端口 尽量大于3000 端口大于 大于3000 为啥呢 因为它这里边的话 有些端口是被其他应用占用的 所以我们一般测试期间 我们这个端口就大于3000 行 那这样的话就基本OK了 OK以后 那我们配置一个简单东西 比如APP点什么呢 AP点一个get get一个 比如说我们就是斜杠 斜杠的话一个Function 我们写些点东西 看它能不能出来 能出来我们给大家也是这个EGS IQ IES 行 那这里边你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通过IES点一个Send 那叫EGS的也是 行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对不对啊 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3001端口 能不能出来我们这个EGS的也是 来换一下3001 走 是吧 EGS的也是 没问题吧 那这样我们这个 就是Express 这个简单路由就配置好 配置好以后 那下面的话 这相当于我们这个后台电码 就是这里边相当于我们后台电码 那下面的话 我们还有定一个仕图 仕图 就是仕图的话 那这里边我们放到哪呢 我们这里边的话 试图放到VIEWS VIEWS 放到这里边 那我们这里边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这里边新建一个EGS的文件 EGS的文件 比如我叫 index.egs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写单写点东西 比如写个HR HR 叫你好 EGS EGS 行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就是Express里边怎么渲染 我们这个模板 就这时候的话 你要注意 这是我们后台电码 这是我们前段的电码 对吧 那我们看怎么渲染 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 要用这个EGS 首先第一步安装 那安装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安装了吗 那这里边是不是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以后 那第二步 我们需要需要配置我们这个Express的模板引擎 配置的话 就在我们最上面你用 app.app.set set一个 vue vue nj 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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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边第二个参数写个EGS 但这里边的话模板引擎还有GaD 还有这么个模板引擎 还有其他模板引擎 用的最多的就是EGS模板引擎 行 这表示配置 就是配置 EGS模板引擎 配置 EGS模板引擎 引擎 行 那配置完整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了 但是注意这里边的话 你不需要引入 我们刚才说了 Express里面EGS安装以后就可以用 不需要引入 只需要配置一下就行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开始用了 配置完整以后 那我们这里边 我就不是这样写了 那我要渲染哪 要渲染我们index的EGS 那渲染的话 我们就通过 IES IES IEN Render Render谁呢 那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index 这个文件 这里边你就直接写index 我们先这样写 你直接写index 不需要写index.EGS 那这样默认的话 这个EGS 它这个模板引擎 它是找我们这个 VIEWS 下面的这个模板 也不需要写路径 你像我们以前写的时候 还需要写这个路径 以前写还需要写路径 那至少在我们这个 Express里边 这里边不需要写路径 然后第二个参数 就是你要传入的值 然后当然它也有回调函数 那我回调函数 我们也可以不写 你看下 这边比如传入个 Name 得一个章三 或者我也可以不传 你看 我直接IES Render index 那这样就行了 就表示 渲染我们这个模板 EGS 渲染 渲染 模板 那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来一下 走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这时候 你看下 我刷一下 看有没有出来 我们这个文件 是不是出来了 但是出来以后 大家会发现乱码了 乱码的话 是因为这里边 可能编码 是不是不对 仔细看下边 对吧 是不是我们要改成 UTF8的编码 来保充一下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 再看一下 然后 是吧 你一号 EGS就出来了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板 那数据在哪 数据在这后台 这是后台数据 这是前台模板 那如果你要给它传数据 怎么传呢 那我们再来一个 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边有个 add 对吧 然后这里边我 Render一个add 或者我这边 Render一个list 对吧 list 叫news list news news 或者news list 都写 Render一个news 那下面的话 我再新借个news.egs 那这样 是吧 你直接这样写就行 你看一下 是吧 直接在我们这里边 直接个news就行 直接个news就行 对吧 那看一下 那下面的话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走一下 刷一下 然后我再输入 -news 走 是吧 也是你好 egs 然后我这边改一下 比如说我改成news 然后这里保充一下 然后运行一下 什么news 你好egs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板线 那下面的话 我们再看传值 比如说这里边的话 我有这个数据 对吧 我有数据 我传给他 比如这边我有个list 那list 等于我这里边这个list VAR一个 AR等于一个 比如说最简单的 12 然后33 这么个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 大家知道 回头我们是不是数据户里边查询 行 那之后我就把这个AR付给这个list 那这样的话 这个list 它就可以传递到我们这个模板里边 那我们这个模板引擎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list 这是我们一起给大家讲的 虽然这里边写法不一样 但意思是一样的 就第一个是你要训练的 这个模板引擎 一定要注意 它默认一解释 默认会加载voe voe这个模板 默认会在这个文件里面找模板 找模板 然后这里边也不需要写我们这个后缀名 行 那这list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那我们在news页面 循环一下这个数据 循环的话 那就是怎么循环呢 然后 u ly 我们这样去循环 然后这里边和一些循环数据是一样的 北封号 然后这里边负一个 vri等于零 i小于我们这个list的点 leng 然后写个i++ 然后下面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括号 然后这里边再继续写 北封号括号 结束掉 结束掉以后 你在这里边是不是想输出数据 想输出数据 这个接括号 还要注意 接括号 北封号 输出数据 接括号 北封号 然后等号 等号谁呢 list 下边的 i 直接list i 为啥list i就能拿到呢 因为你这里边这个数据 它是一个这样的数据 那行 那你运行一下 看一下 对不对 来 再我一下 刷一下 是吧 123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express里边使用这个一节 这个比我们以前更简单一些 对吧 这里边你也可以不去处理这个毁掉函数 就直接这样写就行了 这表示你渲染的模板引擎 这表示一个数据 数据 行 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这个egs egs里边你看一下 这里边给大家写了 比如说 我们想改变我们这个模板的位置 想改变模板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通过aep.set 这个vios vios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位置 你看一下 比如我们这里边改一下 改一下 就是aep.setvios 然后这里边dir name 表示我们当前目录下边的谁呢 当前这个项目录下边的 比如说叫static static 那这样他就会哪找这个egs文件 他会去static文件找 你看一下 我这时候我这样写 他就报错了 运行一下看一下 走一下 是报错了 告诉我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我们这个news 这个模板引擎 对吧 在哪找不到呢 他是去static目录下边找 所以这时候你把这个vios 改成上来改成 改成这个static static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我把这个vios删掉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要加载这个模板 这个目录下边的模板 那这时候你 你这样 你只有这个static 存在的时候 他是不是才可以加载 那重新再来一下 走一下 怎么还是不行呢 来我们重新再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 一定要注意 他下面叫static static 一定要注意 对应起来 来重新再来一下 刷一下 是不是这个就可以了 这就表示设置什么呢 设置模板引擎的位置 模板的位置 不叫模板引擎 叫模板的位置 模板的位置 那末日情况 我们其实可以不管他 那我这里边还是把它设置成vios 我们还是给他还原一下 默认可以不管他 行这是一个东西 那我们下面再继续 这就是给大家说的 app.set vios设置模板的位置 默认他是会找我们vios 下面这个模板 你可以不写这句话 那行 那下面我们再看 这里边还有啥东西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引入 其他的一些eGS模板 那这个一会再看 那绑定数据的话 大家知道等号 如果绑定一天面 解号 这个也知道 然后循环的话 反而和我们这个货凶环一样的 就是你这里边北分号 接括号 北分号和北方接括号里边 写我们这个调节判断语句 也就是javascript的语句 然后这里边就是HML代码啊 这就eGS的凶环以及 呃 凶环数据对吧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首先看一下引入外部文件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vios 下边有个public啊 public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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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后台它有个很很强大的一功能 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模板直接进行相互依赖啊 比如说我们一些写页面 那这个头部的话 是不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要复制好多次啊 那在我们的扣台里边 我们可以定义公共的头部啊 那你仔细看一下 比如这里边定义个eGS 我叫headr hander.egs hander.egs 那这里边的话 你看一下 我把这些代码都去掉 去掉里边 我写个h hr啊 写个 这是一个 这是 外部的一个 eGS文件 这是头部文件啊 行 那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index.egs里边怎么引入这个hander.egs啊 就在这里边 或者我在news里边也可以引入 你仔细看了啊 那这里边引入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去掉啊 去掉以后 我们就 北封号 北封号 解号写个incl incl 有第一 include include的谁呢 include这个public目录 下边的我们这个headr hander.egs啊 就这样写 那我们这时候看一下啊 重启一下 看一下我们news里面有没有把这个hander.egs引入进来 仔细看啊 预行一下啊 是不是引入进来了 虽然是不是又编码不对了 那编码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我这个编器 他这个编码忘记改了啊 来重新改一下 改完以后 那再重新来一下 刷一下 是吧 这是一个外部队的egs文件 然后这是头部文件啊 那这时候你看下 我回到手页 是不是又没有这个头部了 那我也在手页引入这个头部呢 怎么引入呢 从里对吧 从里 百分号 百分号 解号 include 我们这个pubpubic下边的谁呢 hander.egs 行 那这时候再看一下啊 走一下 是吧 在我们这个手页里边也有了 然后在这里边 在一个news里边 是不是也有这公共的头部了 这就是我们引入外边的公共的一个egs文件啊 行 那下面的话 有些同学啊 还想改一下这个egs后续名叫 就是把它改成intML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啊 我们这个视图文件啊 可以叫egs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atml文件啊 就是把它改成html 那行 你改兴趣的话怎么改呢 这样去改啊 就通过abb.injr 这个没有空格啊 我待会把它改一下 就injr.atml 然后egs-express-express 这样去改 然后最后再设置我们这个viewinjr.atml 那这时候的话 你回到这个后置名 就就可以改成.html的文件啊 行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回头有兴趣自己试一下 我们回头写 你就这样写啊 那这样你是不是.egs 你知道它是个啥东西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模板 然后它下来我们后台这个代码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egs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基础知识啊 行 那下面我们再继续仔细看了啊 那这里边的话 我这个头部啊 我把它改的 想改的一些漂亮一些 对吧 想改的漂亮一些 就在这里边 我给它定义一个class 比如这里边定义一个class class比方等于一个hander 我把这个hander 改一下背景颜色 改一下字体颜色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就是你这个hander 这class写到哪呢 写到哪呢 class写到哪呢 有些东西说写到这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 比如这里边有个stl.css 然后这里边我写个hader hander 然后这里边hander的话 我们怎么写呢 写个 就比如写个最简单的 叫background一个read 有些东西想的是 我们放到这个views里边 那我们这时候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index里边或news里边 能不能引入它 那这时候怎么引入呢 引入css 那行 那我要叫大家 是吧 link href rel等于stl sheet href等于stl stl.css 是不是想的 这样去引入这个css 那我们看到底行不行 来重新启动一下 走一下 你发现好像没有反应 那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引入这个css 文件 仔细看了 我们打开网络 打开网络给大家看一下 网络里边我们刷一下 你发现这个css 是不是找不到 找不到我们 news界 open in newtip 你发现它在谁下面找了 它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目录 下面找stl.css 那stl.css 在我们这里边存在吗 你看一下 就在我们这个路由里边 一定要注意 你末日这样访问 它是找到谁呢 找到这里边的路由 不是找到文件 它在这个路由里边找谁呢 找stl.css 如果你这里边有个 你看啊 有个news 那走 有个news 那这样又回车 它是不是能找到 为啥呢 因为你这里边是配置路由了 是配置路由了 那有些东西说 那这里边是不是还要 继续配置路由呢 那没有必要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相当于就是我们 还需要在这个匹配路由之前 之前 我们要给它 匹配我们这个静态路由 就是静态的言文件 比如这个stl.css 还记得我们以前写那个静态的一个web服务吧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让静态web服务进行解析 那我们一切的话 我们要获取它 然后fs.readfile 对吧 读取文件 读取文件以后 我们还要判断类型 判断类型还要返回 这个比较麻烦 对吧 那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 它其实这个给我们已经封装了 那我们下边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express里边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托管静态文件 我们也可以叫匹配静态路由 就通过app.use express.static express.static 表示你看啊 表示啥呢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静态资源 放到public文件下边的话 就是你把所有的静态文件 放到这个public目录下边的话 那你这时候你就访问这个 这个对应的这么个目录 就对应的比如image下边这么东西 或css下边这么东西 那它这个后边的这个css 下边still.cs 就会在我们这个public下边 找这个css下边的still.css 那这个可能有点绕 那下边我们继续给大家写 就是静态的一些资源 那我们这里时候的话 我就把它放到一个public文件 你仔细看啊 poplyc 就是这时候静态文件 我把它放到public里边 然后public里边 我写一个叫still 所有的样式文件 或者我写个css 所有的样式文件 放到css里边 那我把我刚才这个css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你仔细看了 仔细看了 这是一个css 对吧 仔细看了 那下边的话 我们怎么访问这个css文件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express.use 就是express.static 这个里边写个public 和这个对应起来 然后这叫app.use 就表示这个叫什么呢 叫中阶界 中阶界 我们学的第一个中阶界叫app.use 你可能听得有点懵 却不用管 app.use 就固定写法 app.use express.static 然后这个目录名称和这个对应起来 那表示这个目录下边的这些文件 就是这句话提供上呢 给我们这个目录下面的文件 提供我们的静态web 就是express.static public 给谁呢 给 给pub public 目录下面的文件 提供 静态 服务 静态web 服务 那你仔细看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提供静态web服务 那这里边有个static 比如我这里边还有一个 比如说叫 t.html 对吧 t.ml 这静态页面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写个1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运行一下 我就运行这个东西 刷一下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我们重新再来一下 一定要注意 你这边改完代码 我们要运行的是 我们后台的这个代码 而不是我们这个模板 后台代码 那你仔细看 我这里边输入谁呢 我输入一个 比如叫css 下边的 css 下边的 styl.css 然后走 你会发现出来啥 是吧 一个header background reader 为啥会这样访问呢 这个就和我们 以前的静态web服务 有点相似 就是你只要写 这么一句话以后 他判断你 由而上面这个路由 对吧 首先他会拿到 你这个地址 在哪找呢 在我们这个 public目录 下面去 去找 有没有css 如果有 他就给你返回来 就这么个东西 那你再看一下 如果他这边有个news 那news这个东西 在我们这里边有吗 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 他去哪找呢 那就继续相亚匹配 相亚匹配 是不是就匹配到了 我们这里啊 这就是这个 express static 表示 给我们这个配置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 那同理 大家看一下 同理 那你这里边 public 下面是比我 t.atml 那我这时候 我要访问 t.atml怎么访问呢 我直接就t.atml 走 这就可以访问了 你看一下 t.atml这里边 对着呢 就这么个东西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了 t.atml里边就写了 这么点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了 这就是一个静态web服务 对吧 就ok了 但是你想 比如说下载一个文件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下载一个文件 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那么这时候我就把一个文件件 不是文件件 我可以把一个Zip包放到我们这个public下边 那你仔细看啊 我这里边的话 我新建了一个11.111.zip 我放到这个public下边 放到public下边 你仔细看啊 它这个静态服务功能非常强大 就是通过这么一句话 就实现了我们一些写了 写了这么多的功能 你看记得我们一起写的这个静态web服务吧 我们写了一大堆电码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写了这么一大堆电码 才实现了这么个功能 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回头好像封装了 对吧 反正这个电码写的比较乱又多 这么一大一堆电码 才实现了我们 才实现了我们这功能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用这么一句话 就实现了我们静态web服务的功能 而且这里边你看一下 它不仅可以访问我们这个atml css 还可以访问我们这个zip包 你看一下 我访问111.rar 回车 看一下下边啊 是不是就下载这个文件了 这就是这个静态web服务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那行 那下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回到我们刚才这里边 我把两个文件都删掉 回到我们刚才这里边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在我们这个news页面 怎么引入这个css的样式呢 那你猜也能猜到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直接引入css 下面的stale.css 那这样你引入以后 你看一下 它这时候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返回到我们news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为啥可以呢 因为你这里边触发的请求是啥呢 仔细看网络 这里边触发的请求 是我们这个 open union table 是我们css 下面的stale.css 那这时候你访问这个css 下面stale.css 因为我们这里边配置了这个 express static这个 今天web服务 所以它就会在哪里找呢 在我们这个public下面的 这个css下面找我们这个文件 那有的话 它就给我们返回 返回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加在我们这个css的样式了 就这么个东西 一定要注意啊 那同理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这个 要在我们这里边 就是要在我们这个模板里边 引入一个 比如说引入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放哪呢 那这时候图片也是放到我们这个 静态这个目录下边啊 我们写个imajs image 那我这时候把百度的图片拿过来 百度一张图片 那我们要引入这个image 怎么引入呢 那这时候你就直接写啊 你比如说 在哪呢 就在这啊 就在下边 你看一下 我写个b2 引入百度图片 就是img src等于谁呢 src你不要写个public 也不要写什么点点告 你就直接写谁呢 写我们这个叫imajs 下边的百度 叫pngg 行搞定 然后alt呢 我们就写个百度 来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仔细看了 然后这里边我们刷一下 百度是不是就出来啦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静态 外服啊 静态外服 这里边也叫express static 拖管静态文件啊 拖管静态文件 当然有时候的话 你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需求啊 其他的需求啊 那这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这里边的 这个express 这个static 这个静态外服 我们可以配置多个啊 比如说下边 你看一下啊 就如果我们想通过 这个express static 访问文件啊 都放在一个虚拟目录 既目录根本不存在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配置静态路由来实现 比如说啥意思呢 比如说他这边 给我们写这么个东西 那你仔细看啊 就是刚才的话 我们是ab.u 这么个东西啊 这么个东西 比方说呢 就是你这里边 只要访问 访问这个 你看百度啊 opinutip 只要这里边 有这么个地址 他去哪找呢 是吧 去我们这个 public目录下边去找啊 你看public目录下边 有没有这个 invages下边的百度 是不是有啊 那有时候的话 我们想放一个虚拟目录 什么叫虚拟目录啊 比如说这里边 你看我写个 写个这么个目录 叫static 我要配置这么个东西 我让你有这个 static下边的东西 我要在public目录下边找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回头 你这样写 你看 就是你static下边的 invages下边的 百度点评级 那 只要他这里边 有static路由 那这里边 他就会匹配到 匹配到以后 他就会把 他static后边 这样用件 拿到 后边这个路径拿到 拿到以后 去哪找呢 去public目录下边找 这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叫配置虚拟虚拟目录啊 虚拟目录的静态服务 静态 静态web服务啊 配置虚拟目录 那这时候我们运行 给大家看一下啊 让大家知道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页面里边 访问这么个地址 访问这么个地址 行 他找不到对吧 其实你访问这个地址以后啊 他其实匹配到了我们这里啊 匹配到这里 那如果你后边又有谁呢 又有我们这个 比如说叫 images 下边的这个 百度 点评级 百度点评级 走 你看一下 拿到谁了 是不是拿到百度上图片了 为啥会拿到呢 因为你这里边这个地址 是啥样的呢 是这么个地址 对吧 来给大家写一下 是这么个地址 那这么个地址 那这么个地址 他匹配谁 首先拿到这个 第一个 steatic目录 拿到steatic目录以后 他把这个文件 截取到 这个地址 截取到 这个地址截取到以后 去哪呢 去这个 public目录 去public目录 找这个 这个文件 如果有 就返回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行 那这样你这样一配置的话 那我们这两个 静态路由都可以用了 就是 你这里边的话 那你这样访问这个图片 就是访问百度 你可以通过steatic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 他走的是哪呢 走的是我们上边 这种方式走的是上边 那如果你 如果你是 这种方式 就是image下面的 你比如再看 就这里边 我如果是 这个门 虚拟目录 那我这里边 虚拟目录多了 对吧 虚拟目录 叫什么呢 叫steatic 如果是个虚拟目录 它其实匹配到这儿 匹配到这儿 它会拿到虚拟目录 后边这些东西 然后在public后边找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 一级 一级S摩摆引擎 以及我们这个 express里边的 这个express static 拖挂静态文件 也叫配置我们这个 静态路由 行 一定要注意啊 就这里边我们 一个是 这样去配置 这个静态路由 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 通过一个虚拟目录 我们也可以静态 我们这个 配置我们这个静态 这个路由 也叫我们这个 配置这个托管 静态文件啊 都是一个意思 大家大概知道 是个啥东西就行啊 行 那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